日前南区国税局台东分局发函 要求台东辖内267个5吨以上渔船的渔船主 申请扣缴统一编号 并为船员办理扣缴所得税 台东新议会13号上午召开协调会 会中税务局的官员宣称是超前部署及宣导性质 此举引来渔会全体不满 议员痛批国税局未经渔月署和地方政府协调 是先斩后奏欺负台东渔民 台东各渔会重要干部全都到场 面色凝重不发抑郁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纸官员宣称的宣导性质公文 真的讲这个记者会是不应该与这个记者会开的 当然我们最弱势的渔民都到一份公文 他们刚开始以为是不带入 结果听到渔差说要签名过来就要打姓张 以你心瓜就碰谁碰谁 就在姓张 台东县大多属于小型渔船 人力招募不易 船主会以外籍移工填补人力缺口 而南区国税局台东分局日前发含要求 台东267个5吨以上渔船船主 需以索得税法为渔工申报扣缴索得税 形同船主要再缴一次税 而官员指称这是超前部署与宣导性质 台东分局发的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只是一个宣导的性质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宣导 就是因为法令有这样的危惧 那么我们南区国税局 是躲在这个五区国税局的 这个最前面超前部署 这样的说法 余会干部及议员都十分的不以为然 你这不是超前部署 你这是先斩后奏 你真的一点的不尊重我们台东 你没有经过我们各一位的相关单位 进行政令宣导 你们就直接做了这件事 我们在我个人认为是稳不能裹头这件事 你发了这个公文 要110年10月15号施情自动辅缴 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 按日将一起一并缴纳 预取位于规定 如今本分局查获 将你所的税法第111条 举第114条规避处罚 这是什么问题 我在台湾生活六十几年 我也不知道在这什么问题 因为中来也想到这种说 农医民本来的农金就是没有纳税 你用的这样来打都五年 真的 你把农医民打几年费 请问我们的执政单位 我们策划了 我们的农医工 一个月已经来1900块一个人 每个月1900块的安定基金 你们还要说几次 要叫我们怎么行准 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 大家生活都不好过 如今渔民在收到这样的公文 难免心里不好受 渔民认为政府在此刻更应当苦民所苦 而不是加深人民的剥夺感 记者潘君伟台东市报道 昨天会远过 你看电话 ariamente 来不太合理的 把电话 谢谢观看